1947丁亥年生人,本命生萧朱,那因为乌上土命,流年那因为长流水,土水相克,出生年命天干丁火,与流年天干人水相合甲木,丁火合为木生火,为友情之和,故1947年生人,2024此年运势尚可,家中多有喜庆之事。 身体方面,多注意心脏、血压以及泌尿系统方面的病急。 1947年生的男性朋友,七年命卦与流年灌注的干五行土金相生,又感应为天甲土,并且九子吉星飞入,大吉,身体健虽有欠佳,但因有吉星相伴,可逢凶化吉。 1947年生的女性朋友,七年命卦与流年灌注的离火五行火金相克,又感应为无鬼火,为胸,望火科若金,健康上多注意心脏,肺,筋骨,因颈椎不畅而引发的头昏,高血压等方面的疾病。 那么古书上说,1947年是乌上土命,又是怎么说的呢? 蜀诸人乌上土命者,山之为林,水火寄寄,盖壁雪霜之机,镇陵风雨之功,此土瓦也。 非木无以驾之,故以木为根基,平地为上,大林刺之,予取天干化木,以生以吉,但只怕冲破。 此四城之土,不宜见火,炉中丙银醉凶,丁卯烧渴,太阳,霹雳可取相姿,山下,山头,有木生之,则祸,灯头丙虚剑以四围上,丁亥剑甲陈刺之,为之火土入堂阁,若注中木多,意义不为己。 水移天河,景泉,剑下,阶挤,如先得平地木成格,大跪,溪流无木多妖,若丙虚而得鬼四,丁亥而得甲银,则有别论,再看日时所成造化何如,大海无山,则不宜见土。 图见路旁,如丙虚的心卫,丁亥的耕舞,阴阳互见,更甲木为姬,主贵,避土亦宜,鱼则密没。 若缺木而三行聚,纵是二土一凶,沙土独丁亦不防。 今为见风,拆穿最急,丁见人参,天干化木,地之乾坤清矣,丙见心亥,天干化水,地之丙入干户,皆大贵阁,若丁亥见耕虚,丙虚见鬼友,则不为己,拨尽有粉饰之用,一己,于今无用,当已贵路参想。 属猪人今年遭遇假尘土偏观透出,而偏观星主导事业上的压力,容易被监督部门打压,正常的工作也会面临较大的压力,容易被安排难以完成的任务,但如果能扛住压力,迎难而上属猪人,还是能取得不错的成绩。 今年属猪人自己经商或者创业者,容易被执法机关刁难,以各种名目进行罚款,事业进展缓慢。 属猪人立于火电项目及属土的事业,如矿藏开发项目,属猪人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开发,多半能获得不错的回报,但其过程需劳心劳力,多半非常辛苦。 属猪人今年有天喜桃花,主导今年异性元旺盛,虽然1947年属猪人已经是老人,但有投花星出现,人缘就是比较好,与朋友或子孙都会关系比较融洽,属猪人因为有天喜,今年可以多参加一些喜事现场。 增强自己的运势,无上土命的1947年,属猪人丁亥,是灵官之土,目不能克,贤金多,须得火生救之,乃及,寄己亥,心毛之木,五行调论云,丁亥,庚子二土之中,含金树,内钢外合,秉之者,得有定力,土下既之以水火旺气,能建功立势,敢为微果之行。 这丁亥是灵官旺盛之土,不怕遇见众木克制,就怕遇到多金旺金道谢元气,遇到此种情况,需要有火之画方保无忧。 若然遇到几亥平地木,和心毛松柏木,是很不利的,不贫则邀。 属猪人丁亥的贵符,乃符状灵官之土,若润之以水,利则以金,处奎刚坤更之方,可以显功竹鸣,贵守官藏,珍贵得望。 属猪人丁亥那阴土,土路于亥,临于名财暗官之所,丁亥天地和墓,墓在长生,是地贵符权,故地贵符。 身为福地,官藏于财,财乃滋官,视为福寿。 有水须今,今离水清也,如临须臣为奎刚,土望之所,畏丑为大小吉地,土之正位,身吟为土之长生官印之乡,均为吉也,功名显达。 丁守贞官藏,相会为德。 乌上土的吉凶性质为平原,喜春夏两季,吉天乙,福星,官贵,德和,凶平头。 健康运方面,蜀猪人2024年遭遇碎肝尘土偏观透出,主导容易被欺压及伤害,今年不宜和社会势力或是执法部门起冲突,否则受伤的多半是自己,容易引发流血事件。 偏观又称七杀,代表急性病,主导今年容易遭遇急性疾病,并且治疗过程会比较漫长,不能一次到位治愈,处理不好,容易吃些苦头,蜀猪人在做一些户外活动时要多加注意安全,不要跌倒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人生就像迷宫,我们用上半生找寻入口,用下半生找寻出口。 现代人都懂得寻找人生的入口,却不懂得寻找人生的出口。 以至于,无数人都忙忙碌碌一辈子,也不知道得到了什么,最后却感慨人间不值得,红尘无意义。 这,既有生活压力巨大的问题,也有人们看不透,也看不开的问题。 如果有一天,你找不到活着的意义,那我劝你读一读这五句佛语,会度你。 十五,山居师,过去是已过去了,未来不必欲思量。 至今纸到纸巨,梅子熟食恶子香。 已然过去的事,哪怕我们再怎么执着,也改变不了什么。 今后还未发生的事,哪怕我们再担心,也毫无作用。 既然如此,把当下过好就可以了。 人们沉溺于过往,放不下,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人生留有遗憾。 其实,放不下过往,就等于为难当下的自己。 错过了太阳,难道还要错过当下的月亮吗? 人们担忧未来的不幸,一直提心吊胆做人, 就是因为他们喜欢胡思乱想,造成了个人的内耗。 说句不好听的话,总是想太多,迟早自己吓死自己。 对于你我而言,当下所过的生活,当下所拥有的人与事,才是最重要的。 其余的,一笑置之就好。 杜寻贺,悟空上人寺愿夏日提施,安禅何须劳山水,灭却心头火自凉。 我们总是认为,要想修身养性,就只能到山水田园当中隐居。 事实上,只要内心不够清明,就算我们去寺庙敲木鱼,也还是徒劳无功。 老子认为,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道。 释迦牟尼认为,只要心中有佛,那你就能立地成佛,何须成为世尊的弟子呢? 说得直白一点,身处于红尘俗世当中的每个人,最好都要学会修心。 心如何,念如何,生活就如何。 世道再怎么有问题,那是世道的事,跟我们的心无关。 而我们的心如何,只跟我们的选择有关,而跟世道无关。 所谓心远地字篇,就是这个道理。 苏世在《赤壁腹》中写道,既浮游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宿。 人活在这个世上,就跟浮游寄存于天地当中一般,微小的就跟大海当中的一颗米粒罢了。 跟宇宙天地来对比,人生其实渺小不堪。 很多人会说,人,为什么要认识到人生之渺小呢? 很简单,只要你知道个人的渺小,那你就能更好地接纳这个世界,不会总是忧愁不堪。 这所谓的钱财名利,既然努力后得不到,那就选择放弃,反正百年后也没有人可以带着钱财名利离开这个世界。 当你想通了这一点,那你多半就是怀了。 宇宙太大,人生太小,如果不在活着这段有限的时间里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,那就真的让人生留有遗憾了。 北宋宰相范仲淹说过,一派青山景色优,前人田地后人收。 后人收的修欢喜,还有收人在后头。 这青山绿水特别美好,但它不属于任何人,只属于地球和大自然。 前人所拥有的田地和房子,未来也会被后人收掉。 这些收掉前人田地和房子的后人,也不要沾沾自喜。 因为百年之后,也有新的一批后人来收掉你们的田地和房子。 直白一点来说就是,这世间的钱财物质不可能永远属于某些有钱人。 总有一些旧的有钱人会衰败,也总有一些新的有钱人会出现。 世事变化无常,多年后物是人非,只剩下一眼苍凉的沧海桑田。 冯道在天道中说过,穷达皆由命,何劳发探生。 但执行好事,莫要问前程。 穷也好,富也罢,一切都是命数,我们又何必哀声叹气,非要愤世嫉俗呢? 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,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那就不要管结果如何了。 我们不妨扪心自问,自己是不是过分注重结果,而缺少了对于生活的淡然呢? 注重结果到最后,每个人都会活得不幸。 要知道,肯定有些人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结果,也肯定有些人会得到出乎意料的坏结果。 如果我们总是计较,那如何活得下去呢? 老天如何安排,自有老天的道理,我们都是目光短浅的平凡人,又怎能得知老天的意图呢? 既然如此,顺其自然,相信老天会有最好的安排。 就连超脱凡尘的佛陀也敢叹,随心随性随缘。 或许,身为普通人的你我,也该在随缘当中让岁月无憾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